我们今天讲讲中二的因式分解Factorization 今天继续上一次的slide 我们今次讲第三个方法 grouping terms 先看看第四个方法 xy-ay-2x-2a 通常我问堂 什么时候使用grouping terms 很多人都答不上 现在教你 即是题目凡是有四个项目或以上 就要使用grouping terms 所以你待会看到考试或测验 有四个项目或以上 或是六个项目 那一定是使用今天教的grouping terms 先看看这四个方法 你发觉这四个方法 用不到之前的method 1和2 即是common factor 抽负1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四位同一时间是没有common factor 那怎么办呢? 现在就开始使用grouping terms 你自己虚拟地将头两个term 变成一组 这是group1 然后后面的2x-2a 就是另外一组 分成两组 分成一组 分成一组 分成一组之后 各自都有common factor 第一组有y抽 第二组有2抽 我们会各自抽common factor 第一组抽了y 变成x-a 第二组抽正2 然后再负x-a 现在就有x-a的common factor 所以你抽出来 剩下的就是y加2 是不是很简单呢? 当然 因为之后那两题才起动 因为之后那两题 试验经常出现 立即去下一个slide 4x-8ax 再加10ay-5y 这一题 教大家如何考试认证 就是每一次考试的时候 你只要见到 头两项 即是4x-8x 如果它有common factor 就立即将它们组合了 不需要调来调去 调来调去 调来调去 由于太多 反而花了大家时间 你只要下到决策 你很快就完成这个问题 首先 看一看 一开始使用grouping terms 头两组有4x抽 剩下1-2a 第二组好像有5y 抽5y出现一阵 出现2a-1 出示范 为什么呢 你看到两个bracket不同 但它们是调转减 那我们怎么用 怎么用 什么方法 就是用之前slide2的抽负1 因为抽负1 就可以将2a-1 变回1-2a 下一个步骤 就是4x和这些东西 直写 之后 之后 perform 抽负1 就将2a-1 直接变为1-2a 而它多出来的负产品 就会 配合正5y 变回5y 现在完成了 有common factor 抽负1-2a 再负4x-5y 这一题也完成了 到第三题 第三题 试试已经出了 各位 你发现 头两项 已经没有common factor 这个时候 不需要试试 试试很大 都会看到这样 OK 头两项没有 但你可以把第一项 踏上第三项 试试 所以下一个技巧 就是 头两项没有 你立刻跳到第三项 将它组合为 2a-6ab 之后 只剩下两项 后面再写下 组合完这两项 就要抽common factor 所以 抽一抽2a 就变成a-3b 后者 我会抽 剩下3c 就变成-3b 再变成-3b 加a 又不同 这位同学 小心点 原来-3b 加a 反过来 是否即是a-3b 所以你不用再 抽负1 这是一样 所以 A-3b 就是你的common factor 只剩下2a加3c 是否很简单 考试记得 下决策 各位 所以记得留意 我们的数学999 做对变特首 各位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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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